大家好我是屎羯 在我做数码博主之前是分布进内存和硬盘有这么区别的 人家问我 是建议你的电脑内存多大呀 我的回答可能有一个T 你有病 后来慢慢的学习才了解到内存和硬盘的一些区别 以前我以为电脑性能除了处理器要快 内存也要大的 但不知道原来硬盘是会影响电脑整体性能的一个重要部件 世界上第一款硬盘由IBM公司制造 IBM350RMAC就是这个玩意儿 重量上百公斤相当于两个冰箱的体积 但存储容量只有5兆 1973年IBM推出一款新型的硬盘 Winches II硬盘 IBM3340 这个硬盘又有几个铜轴的金属盘片 盘面上涂着细细材料 这个硬盘真的很像我们之前的机械硬盘了 存储容量已经达到了60兆 那之后出现的硬盘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HDD机械硬盘就是我手里的这一种 在最近20年里 这是同志计算机存储的标准硬件 我记得我用过第一台电脑 容量大概是80g的 而现在大家用到的硬盘 基本上是2TB 4TB 容量高的甚至有12TB 16TB 在过去的20年里面 机械硬盘进行了很多升级 比如变得越来越小 但是它的性能被封印了 机械硬盘通过电机驱动盘片旋转 由ZTOPB来读取盘片的信息 机械硬盘有3200转 5400转 7200转 我手上这一块是7200转的一个极限硬盘 它的读写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它实际使用着差不多是190MB每秒 那我们的内存在工作的时候 读写速度是多少呢 以DDR4内存为例 读写速度通常是3万到5万兆每秒 那你的硬盘每秒只能交换190MB每秒的数据 就会造成性能的瓶颈 所以更快的硬盘就出来了 SSD固态硬盘 1989年世界上第一款固态硬盘出现 但是SSD固态硬盘大普及就是近几年才发生的 现在我手上的这一块2.5英寸的SSD 是几年前流行的固态硬盘 SATA接口的读写速度可以达到500MB每秒 这已经比190MB每秒的机械硬盘要快好几倍了对吧 后来又出现了MR接口的PCIe 3.0通道的固态硬盘 就是大家现在装机用的比较多的这种硬盘 那它有多块呢 比较好的PCIe 3.0固态硬盘读写速度可以达到3500MB每秒 以这个速度已经很吓人了 那现在呢更快的SSD硬盘来了 我手上这块雷克沙的N811和PCIe 4.0的SSD固态硬盘 看看包装盒下面 顺序读取速度呢是7400MB每秒 相当于这块机械硬盘的38倍差不多了 手上这一个是1T的版本 售价是1500左右 这个价格应该在PCIe 4.0固态硬盘里面不算贵的了 包装的后面呢写的它是NVMe 1.4协议标准的 PCIe 4x4通道的波态硬盘 然后呢底下有一个五能质法的标志 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雷克沙的NM800用的是黑褐色的PCB覆盖在下方氧气线上的并不是普通的产品贴纸 而是一张纳米铜箔散热贴 熟悉笔记本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一般厂商都会在硬盘上方贴一个散热胶贴把硬盘的热量传递给地面 那雷克沙呢把普通的胶面换成了纳米铜箔 导热性能会更强 有志于硬盘在长时间高速载时保持高速硬转步雕速 4K 麦米铜箔的散热贴就可以看到里面的PCB版了 采用的是单面的设计 芯片都在上方有利于整体的导热 主控为InnoGrid Rineered IG5236 DRAM缓存是姜波隆旗下的4C系列 容量是一个局 拥有独立DRAM缓存的SSD 在一丁存储比较多文件时 相比中低端全盘模拟模拟缓存的SSD 有更大的缓存高速 在长时间高复材读写时有很大的优势 颗粒是美光原厂的TLC 3D Nana闪存 单颗容量为512G 不用担心颗粒的质量问题 Rainered IG5236 主控是A2M架构 4核心的规模处理器 采用12纳米Fin FETCMOS的制造工艺 支持8通道8CE或者8通道4CE 支持的最大容量是8TB 讲真实吸道性的还没有见过8TB的SSD 支持PCIe 4.0x4和NVME 1.4 4K LED PC的纠错性能强劲 而LD PC码自适应动态切换功能 可以智能跟踪内存老化 服役积极的垃圾回收策略 有效延长固态硬盘的使用寿命 总的来说这款主控的性能还是很强 不会差于主流的 惠容SM2263和成年的5013 能够满足高端的PCIe 4.0 SSD的需求 上街实测的话 考虑到这款固态硬盘支持PCIe 4.0 所以测试平台用的是锐容的5900X X570主板加上DDR4的3200Hz 32G的内存条 现在做一个简单的理论性能测试 ASDSSD Benchmark依据基准的测试之后 顺序读写速度分别是5839Mbps 4962Mbps 相比主流的PCIe 3.0固态硬盘快了一倍左右 4K随机读写也要快上50%以上 这么快的速度的话 当然用作游戏盘会比较好了 哎呀好像泼露了我游戏传女的本质 Crystal Dishmark的成绩更离谱了 顺序读写速度居然超过了7G每秒 真就是两三秒就可以把一个实际大小的文件 加载到内存里面 这也太快了吧 QD32的4K读写也有512Mbps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扔掉我原来的游戏盘 来用这一块新的硬盘了 实在是太快了 当然上面两个软件的测试都是一个举的 都在缓存区运行 这场使用一般不会出SSD的缓存区 何况雷克莎的NM800还有独立的DRAM的缓存 但要长时间高复杂的话 这款SSD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选SD2 Pro来模拟硬盘长时间高复杂 在200G混合读写测试中 平均读写速度为5191Mbps和5082Mbps 在测试中最高温度是86摄氏度 在写入到130G左右出现了调速 TLC护探硬盘一般都会采用模拟SLC冲刀缓存 因为SLC每个单元为1bit TLC每个单元是3bit 所以TLC的延时更大写入速度更慢 全面模拟就是把TLC模拟成SLC来使用 写入时只利用TLCnada 3bit中的1bit 以空间换取速度 每个厂商的缓存策略都不一样 不大有效 这也是固态硬盘在空盘时性能最好的原因 通过长时间的高复杂 也可以看出雷克莎MM800的缓存策略非常激进 给了非常大的缓存区 好处在硬盘占用不多时体验很好 就算已经写入了非常多的数据 独立的DRAM缓存的设计 也能保证较大的缓存区 总的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PCIe 4.0硬盘我自己感觉是会觉得电脑变快了的 比如开机看看我电脑上只按摩的东西 开机还是很快的对吧 比如我用PS加载很多尺寸很大的图片 或者是玩游戏等都会感觉载入时间能变短 怎么说呢 雷克莎作为老牌的存储设备厂商 在PCIe 4.0开始普及之际 确实推出了一款不错的产品 原厂颗粒加上性能优秀的主控 打了一个不错的底子 激进的缓存策略加上独立缓存 也加强了核心体验 线热上的对调很足 价格相比一线大厂也非常有吸引力 总的来说呢是一款值得选购的性价比PCIe 4.0硬盘 好了我是17 这期的开箱式给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书王购书上的账号 经常来看我们分享有趣的电脑数码产品哦 拜拜